美麗佳人TV的讀者们大家好 我是彩妆师徐有香 今年流行的是一个半雾面的效果 保有肌肤的润泽感 同时又可以把毛孔修饰得很完整 呈现一种像baby这样子的皮肤的感觉 那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底妆趋势 那另外在修容及打亮的部分 其实今年也非常强调它的立体感 那腮红的部分在我们脸的下半部 做一个大片的韵染 这样子不仅有修容的效果 也呈现肌肤的那种红润感 那在眼妆的部分 其实今年流行的有几大趋势 其中有一个是线条的部分 今年很流行将不同的线条 不规则性的排列在我们眼睛的周围 不管是在眼窝的地方 或是眼尾的地方 甚至下眼线 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趋势 那另外一个眼妆的趋势是 大范围的烟熏 那是往横的这样子 比较跟以往比较圆一点的画法 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今年比较流行长一点的画法 那你可以把眼尾放比较深色的 然后在眼睛的中间 甚至比较偏前半段的部分 用一个比较跳一点 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来做一个highlight 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深浅 这样的漸层的方式 那表现出来就会是一个很利落 比较个性这样子的眼妆 另外一个眼妆的表现方法是 将一些今年流行的颜色组合在一起 做一个渲染的这样子的方式 像譬如说今年流行一些像 墨绿色 紫色 深蓝色 宝蓝色 这样子的颜色我们可以做一些沉叠或是渲染 那今年流行的唇装比较偏向于 暗雾面饰这样子的材质 那颜色像是酒红色 紫红色 甚至是鲜红色持续的流行 那在画法 今年比较流行的是 把深浅颜色这样做一个漸层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